要疑惑的是 奇怪 美女都比較容易遇到 那種媽寶型的男人 就很奇怪 那女生就是 當她真的進入一段 戀愛關係的時候 就是會有那種天生的母性 然後覺得自己比較會處理 就會想要去照顧男生 跟年紀沒有關係 跟媽不媽寶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有一個 是永遠要人家照顧的 藍芳博士就是永遠要人家照顧的 妳的盾牌是什麼 是被凹超時工作 也是之前有一任男朋友 我的個性應該是 我在工作上比較強勢 所以其實看起來 就是比較兇的那種感覺 那那時候 我的那一任男朋友 他就是被凹超時工作 他是比較算 所以人家叫他加班他都會加班 對 那只要別人只要包幾句 他就會好啦好啦那種 就是沒有妳不行 妳只有妳會做 後來變成是說 他要加班的時候就會說 因為他不喜歡 就說我不喜歡 可是有時候真的要加班 就是不得已的時候 他不想 就會說我不喜歡 就推到妳頭上 他一定都推到妳頭上 對 然後不想 男方會生氣氣喔 對 感覺像這樣子的男生 也就是性格上比較不敢承擔 然後比較軟弱一點 好啦這又是第三個 坊哥不算了 第三個又是媽寶型的男朋友 他現在沒有例外 對啊 來 金老婆也 對 妳的 我的話 盾牌是 爸阿嬤的斥責 我的爸爸阿嬤是韓國人嗎 就是 就爸爸阿嬤都是 對 他們絕對不會是泰國人 對 但是因為 因為我已經很習慣了 從一開始就是 我帶就是我的男朋友 就是去韓國見父母親開始 我是當翻譯的 就譬如說 爸爸阿嬤想要問他一些東西 我就變成中間就是 大概就是過濾一下 過濾一下就是 好好的 美化一下 對 美化一下就給爸爸媽媽聽 對 比如說 爸爸媽媽就問 他的家 他的家境怎麼樣 或者是他的收入怎麼樣 因為他畢竟是就是 嫁到台灣來 所以爸爸媽媽就很擔心我嘛 所以我就比較說 他是未來的青年 就是他是未來有張奶的 就是 潛力果 我就教爸爸 就不要那麼就是看 就是眼前這樣子 所以我就美化一點 但是後來我們就結婚了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男人 就不會願意就是 為了我學韓文 就是只會講 只會就是我們吵架 就才會講就是 罵話而已 然後就不會 他只學會了 對 韓國 韓文的彰化 但是彰化就是每一種語言 最快學會的 因為我會生氣 我會講的韓文罵他 韓文的彰化聽起來 會很像彰化的樣子嗎 還好 你有沒有示範一句看看 真的嗎 可以嗎 類似國語 類似國語的 那種韓文怎麼講 他應該是嫁還是嫁嫁 這樣子 聽起來滿浪漫的 有那韓劇 他們常在嫁嫁 嫁嫁 就是狗 狗孩子 就是狗 狗孩子 這樣的意思 就是很 沒有人格這樣子 然後就是 因為我就是提醒他 就是有一天就是 老公就是因為 因為我媽媽就是最最 就是在乎 就是這一輩子 沒有就是跟他 很好的女婿 因為韓國就是有長輩 就是有一個禮儀嘛 然後雖然是 女兒就是嫁到台灣去了 但是還是希望她的幸福美滿 然後就是 就是那個 女婿就是多多愛她這樣子 然後我就有一天就是 跟我老公講說 欸就是我媽媽生日啊 就是然後就是你可不 我媽媽也不會跟她要求 很大的禮物 或者是什麼 就是打電話給她 關心她 或者是傳個簡訊也好 因為你 反正就是因為要求不高嘛 然後她 真的是忘記了 然後呢就是 媽媽就是有一點就是 很 很難過 我網路上馬上電話數 就是送到媽媽家 其實是因為可能就是要送的 那個過程有一點久 所以她其實是都有在關心 關心大家 就是你們啊 所以就你們不要那麼難過 是這樣子 就是很 其實就是異國婚姻之後 就是維持這個 就是家庭真的是好難喔 我覺得這是善意的謊言 不論是對自己的父母 或是對公婆 其實有的時候 女生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因為男生就是比較 出心大片 不容易 然後女生就會說 沒有媽媽這個 她說要準備給妳的 我們就來做一些中間的認識 岳父跟丈母娘 遠在韓國 那很多男生 自己的爸媽住在樓下 都不去看了 還管到韓國去 而且語言不通啦 所以可能也比較沒有 那麼好溝通 好 接下來老金 我是想維持身材 就是維持體態的就是鍵牌 有一天啊 因為現在是 我們就是大家都無法 常常出國玩 對 對 對 所以就是 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就是 變得就是我老公 本來就是他平常就是有在運動健身 常常出去外面 就是那個旅遊這樣子的人 有一天啊就是他可以去就是按摩 就是健身的時候 他就去了就是按摩店 我好久沒有去 但是阿姨跟我說 我發福了 哪有 我還是一樣撞 然後阿姨的眼睛腫了 所以看什麼東西都很腫 他這樣講啊 他就很在乎就這一點 然後呢有一天就是 他朋友就是打電話給他 欸 就是我們要不要出來就是喝個酒 就是聊天好久沒有見啊 就是就是社交這樣子 然後他就馬上就用回電 就是電話就回答說 欸不行耶 我老公 我老婆說我胖了 所以就是我就是發福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跟你們一起就是喝酒 我老婆就是不准讓我出去 變成是你了 因為他就是年紀大了 然後想說就是他也有在就是 在乎自己的身材是一件好事 然後我就就介紹給他 就是一個我自己的好寶物 你們有看過他自己粉絲專業 他PO的照片就是只有穿 穿BRA還有這些 內褲 然後他整個這邊馬甲 現在很誇張 身材就是非常好 就是他有腹肌 但是又不是太突出 就是那個馬甲 現在線條很好看 這樣一講 很想 想幹嘛 你想幹嘛 就是很誇張 你剛剛說你那個秘密武器是什麼 對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窈窕仙營 我們這邊也有 它是就是你知道 韓國也有一個叫做骨粉 就是韓國女孩子或者是男生健身的人 都會就是固定吃的一個 就是韓國傳統飲料 我也是就是高中大學就是 就是 因為我媽媽就是覺得 因為我就是念書就很忙 所以就是帶 就是帶著 帶著就是 如果肚子餓就趕快喝這樣子 這個是有飽足感的那一種 對 飽足感那一種 然後我就 在台灣就找到這類似口感的 很想加的那種就是加強味道 然後就是叫骨粉 所以大家都可以喝喝看 那這個味道跟妳在韓國的那個味道是一樣嗎 一模一樣 一字一喝掉一包嗎 一包 喝一包 這好方便 是不是一包 一餐的意思對不對 對 一包 這個真的是很方便 我通常啊就是早上的時候 就直接拿出來 直接打開 打開完之後就是溫或者是冰的都可以 直接倒進去 我呢通常就是先倒一半 然後就先再搖一搖 因為裡面都是粉狀的東西 所以有空間就是搖一搖就比較好搖 再就是剩下的就是一半就是放進去 然後其實搖的時候也可以運動到耶 因為它是這樣子搖一搖一搖 全身都是這樣子搖一搖一搖一搖 搖完之後我就直接打開來喝 爬山啊就是到戶外的時候很深 沒錯 因為它沒有醜料 它味道有點像台灣那個古早味的麵茶 米漿的香味道 它就是介於米漿跟麵茶之間 裡面呢就是它可以放一些就是溫水 就是溫水也可以放 我倒覺得想要配油條耶可以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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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米漿啊 對米漿的味道 它就是米漿本人的味道耶 它整個就是也可以就是 我們希望更飽足感的話 你也可以放冰牛奶啊 或者是豆漿什麼都可以放進去 然後就搖一搖一搖 然後就很好吃 喝完之後太有飽足感了 所以可以就是帶就是 我早餐也可以就是幫助我的 因為裡面有一些成分就會幫助就是順暢 中餐的時候呢就是 喝起來就是打起精神 因為很好喝嘛 然後晚餐呢 它又有營養 然後就無負擔 就是沒有油啊 他說它的熱量 一杯不到160卡 對 它159卡 然後它有4克的那個蛋白質 所以它就是有一些營養的補充在裡面 然後大家就是今天是喝到是穀物嘛 就是有一點麵茶的東西 但是還有手上就是另外一個口味 因為每天都是吃一樣的東西 就是會膩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 這是香蕉口味 然後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 因為我們常就是有菌 就是我們就是養好 就是我們的糖 好菌 然後還有裡面就是一個燕窩酸 可以就是補我們 養顏美容嗎 對 養顏美容 然後它也就是體質改質 就是體質的改變 然後就幫助我們的就是 就是保護自己保護力啊 因為現在就是大家都關心就保護力嘛 對 然後它也有纖維質 纖維質也有 對 所以就是很方便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我真的是最近都有在喝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啊 有維持那種 完美曲線的一個鑽石配方 就是非洲那個芒果籽的一個萃取嘛 然後還有那個MCT的那種油粉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那個納豆的發酵粉 吃飽吃好 然後早上擬起來真的我覺得會 排便很順暢 幫你做一個比較全方位的一個 完美搭配這樣子 all in one的那種概念啦 它就是其實就是有點像是 幫我們從一開始穿XL 一路這樣子到XXX XXX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 我覺得它也還蠻適合用來做 就是168的那種搭配 對 對 我覺得它就可以加速 因為夏天到了 總是穿比較少 就很需要這個東西 覺得它很方便 是因為它裡面有27種的那種 就是穀物 對 優良的一些穀物 那它也有這種食藥桐原 有營養了 營養均衡了 然後裡面還有什麼可溶性纖維啊 就等於說阻斷一些不必要的油脂 對 然後再來就是優質的植物蛋白 因為有的時候那種蛋白質 吃攝取過量或是攝取不對 其實那也是就是太反向超過了 有人吃素可以吃這個嗎 可以 它就是因為裡面都是好的東西 都是穀物啊 對 但它就是很均衡 所以就是說素食者 你吃素也都是可以喝的 所以如果一天當中 譬如說你用一餐來帶 就是用它來取代 其實是蠻適合的 就是一餐我覺得就取 因為你們剛喝應該就是 其實飽了 其實飽了 是很飽了 但是因為我的食量 可以再一包得好 真的 不是 我覺得剛剛念一個 妳如果是大胃王就吃五包嗎 她就要一次一帶這樣 不是 可是玉琳哥 妳剛剛講好像很多素食的人 他要攝取好的蛋白質 真的不容易 沒錯 那這裡面就是有的話 你就會很幫目的蛋白質 來 這個不錯 這個我是覺得還滿好的 而且因為我吃過很多代餐 那代餐有時候 其實那味道就是 代餐一吃就很好 會覺得 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會覺得生活品質好差 對 電視 OK 一天到晚都聽說 女生為男生來擋箭 很少有聽到哪個男生 男生自己在聊天也不會說 我幫我老婆怎麼樣 我幫我女朋友怎麼樣 好像男生就不太會幹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來到現場 這些女來賓就身上都插了很多把箭 但沒有關係 我們熱炒店就提供一個平台給大家 來這邊把你的箭 一個一個慢慢地拔出來 他們也是說說 他們在那邊抱怨往回去 也是繼續被插箭 重點插箭 好 那就如果心情不好 就多喝 多喝那個叫什麼 窈窕仙癮 窈窕仙癮 窈窕 喝一喝可能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好 TOKETOR FOREVER Thank you 謝謝 謝謝